欢迎来到阿皮聊好送 我是阿皮 本期是有阿皮聊音乐与EMG声音唱共同制作播出 还记得以前有一阵子非常非常流行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歌手 甚至有所谓新马帮的称号 像李欣杰 吴云良品 蔡建雅 孙燕姿 戴佩妮 梁静如 林凡 黄霞 张志诚 阿杜林 俊杰 林雨忠 曹格 张段良等等 当中有许多人都还活跃在音乐圈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回顾几位马来西亚歌手 你将会听到梁静如 国王梁 张段良与张静文的精彩好送哦 有情歌听后支撑的梁静如 来自于马来西亚森美兰 那1996年参加了还罗星云奖霍季军 那这个奖虽然只败了四次 像是戴佩妮 梁静如 阿牛 品冠 方炯兵章 志诚等等 那梁静如在赛后发行的合集 就被李中盛听到欣赏而出道 那梁静如在1999年9月17日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一夜长大》 但是过了四天 1999年的9月21日就遇到了当时台湾的921大地震 这会分为一片惨淡 因此也取消了许多的宣传 那虽然第一张专辑声势没有做起来 但是主打歌《一夜长大》是我后来梁静如大红了之后再回去考古 发现了一首宝藏歌曲 第一张专辑就可以听得出来梁静如非常立体的声线与情感 那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后来非常红的歌曲是由5月天阿星创作的彩虹 那这首歌最后呢也收录在5月天的第三张专辑《人生海海》当中 另外第一张专辑有一个小小的冷知诗诗 那个时候梁静如的英文名字还叫做Jasmine 那第二张专辑之后才改名叫Fish语解 那因为语跟他的名字的如 粤语的发音很相似 第二张专辑《勇气》梁静如大大出拳 同名主导歌也是电视剧《侠女闯天关》的主题曲 《勇气》这首歌呢是由光良帮梁静如创作的歌曲 那两个人在第一张专辑的歌曲 只能抱着你就有合作哦 《勇气》这首歌的MV5真是印象很深刻 已婚男子与未成年的禁忌之流 小时候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哇太刺激了 那因为专辑的成功呢 自此梁静如这个名字就进入大家的耳朵 后续传唱了许多无条件为你啊 分手快乐可惜不是你等金才好送 让我看看你 旋之又旋的秘密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情歌王子光良 来自于马来西亚霹雳州 小时候因为陪妹妹去上钢琴课 开始接触音乐 弹了一首好琴 1995年与品贯两人组团 在马来西亚发行了马来西亚版本的第一张专辑《掌心》出道 那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的团名就是《光良品贯》 1996年来到台湾发行第一张专辑《掌心》才有了新的名字 《无印良品》我想现在小朋友可能只知道日本居家品牌的那个《无印良品》 那第一张专辑掌心就非常非常的成功 两个邻家男孩的重唱组合风靡华语流行乐圈 但这个团体并没有太长手 到2000年仅5年就解散 《光良品贯》两个人各自单费 2001年《光良》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 主打歌第一次举得非常好的成绩 《光良》说旋律的创作是一种情绪 第一次就是他搬到新家的时候 第一次在这个空间里面弹琴 感受那个时候的情绪时创作出来的旋律 2005年的第三张专辑《童话》 张专辑真的很厉害 除了《童话》还有《少年》 跟《向左走向右走》等 都是大红的歌曲 那光良说当时在创作《童话》这首歌的时候 旋律写出来就知道这是一首好曲 但是对他来说 词似乎是更困难的事情 与不同的措辞人前前后后试过 三十几个版本的歌词都不满意 最后他在某次洗澡的时候 才突然想到现在这个版本的歌词 虽然文字很直白 但是他也希望告诉观众 不要忘记自己内心的统真 那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也让光良再创一次失业高峰 然后我们来聊聊微笑王子张栋梁 来自于马来西亚沙拉月 2002年参加Extro新秀大赛夺得冠军 这是马来西亚最大型的选秀节目之一 我觉得相当于是台湾超级新王大盗的感觉 那除了张栋梁呢 像是福琼英、陈诗和曹格 都是这个比赛出来的歌手 那比赛后呢 张栋梁获得了发片的机会 2003年在马来西亚发行了首张EP 张栋梁EP出道 紧接着在2004年与2005年 分别在马来西亚与台湾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马来西亚版叫首选张栋梁 台湾叫张栋梁首张同名专辑 那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 收录的像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还有《寂寞边界》等热门歌曲 小小的人知是 其实《当你孤单你会想起》的这首歌 是一首翻唱歌曲 被张大良唱哄 很多人以为他才演唱 那原来是收录在1993年 新少年俱乐部发行的专辑《运势》当中 除了音乐 张大良的戏剧事业也很成功 2006年第一次出演电视剧 《微笑pasta》也男主角 然后王欣妮是这部戏的女主角 《细红歌也红》 原生在当中收入了《北极星的眼泪》 就微笑了《小乌龟》等张大良的歌曲 那最近小乌龟因为王欣妮的关系又重新翻红 那今天我们找来了阿P最近蛮很喜欢的马来西亚歌手张静雯 重新诠释这些经典好送 都可以随便的 你说的我都愿意去 笑活着 白动的旋律 都可以是真的 你说的我都会相信 因为我完全信任你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你的快乐伤悲 只有我能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第一次问 你深深的救我 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 第一次你 躺在我的胸口 二十四小时没有分开过 那是第一次知道天上地窍 那是第一次知道天上地窍 我们马来西亚的歌曲这样子的一首歌 至少是我啦 从小听到大的 那这些马来西亚的歌手 新加坡歌手 对你的创作来说 有没有对你有什么影响 就是因为我很常听 呃这些音乐 然后我在写这个 所以写这首歌给你的时候 出版有一点点 第一次的影子 所以我就觉得 诶就是我给别人听的时候 他觉得 诶你的歌好像有一点 这个段落有点像第一次 我就诶是诶 可能我从小就是受这些音乐影响的 所以写出来的歌 可能有一点小小的影子 后来就改动了 哦 诶那我好奇你有这 这种追星的经验吗 就你刚刚唱那些人 你有没有曾经去 诶我真的还没有看过他们的演唱会 我反而就是看着演唱会 都是台湾歌手居多 真的 就苏打绿 就是我之所以会 开始听音乐是因为我听苏打绿 然后是刚好来台湾旅行 2011年在新北的耶诞 演唱会的时候 遇上他们 然后我才开始去学音乐 然后我想问一个就是 你本来是在网络上 先放自己的影片 对不对 翻唱的影片 然后到现在可以 自己写歌 发歌 自己写歌 然后所以你这个当初 为什么会想说 要在网络上放自己的影片 这个说来 就跟跟才德有联系 我不是说我很喜欢苏打绿吗 然后他要来 那时候他办了一场Cover比赛 比赛赢了以后 可以当他们的演唱会的开场嘉宾 对开场嘉宾 然后是马来西亚场次的 然后我自己也买了苏打绿的票 不过呢 我被邀请成为他们的开场嘉宾 那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 还以为是诈骗 所以你后来有中 对 可是 不是同台啦 就只是帮他们开场 嗯 我说那个影片上还找得到 影片找得到耶 那时候我真的是 是不会音乐的 可是就是 as a粉丝 的一个角度去参加那个比赛 就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可能 也不会说 欸 其实我可以去做音乐 然后走到今天 所以他算是一个push吧 所以那你唱了这么多人的歌 可是这次终于有一首歌 其实是写给自己的 嗯 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却不知如何开口 所以写了这首歌给你 你渴望天上的星星 调节却融在原地 擅手 触碰 抓住空气 分离奔跑从不停息 不论生活的美丽 或是沿途还有其他的风景 值得让你追寻 天空隐晴不定 哪怕有乌云 想你的心情 无论是什么天气 晴天或日记 我会陪着你 海面风平浪静 无犯起流涟漪 太阳依旧升起 卸下你的面具 做你自己 让我保管一盏雨滴 要不要跟我们说说这首歌 为什么会突然想说要写这首歌 会写这首歌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我刚毕业 我2021年毕业了 2022年就开始步入 算是步入社会嘛 就大家都有自己理想的工作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 化学技环境工程系的 所以就跟音乐完全是没有关系 然后大家都往那边去发展 然后其实音乐也是完全没有乐理知识 就因为单单的喜欢跟单纯想要去做音乐 所以就选择去做音乐 那时候就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 因为怎么大家就是聚餐的时候会觉得 你的工资多高啊 然后会说 我的公司待遇怎么样怎么样啊 我这里已经学到什么东西 可是我就完全好像一点往前奏的感觉都没有 我问一下这首歌的音乐哦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音乐的那个重点 是不是一个等待的这件事情 因为它包含它前奏一刚进去 它没有马上进歌 它那个钢琴 然后它就是进到你声音出来的时候 它才下那一集的和弦嘛 然后到副歌之前前面 它也是钢琴前面上去 就是没有回C 那个叫做空拍吗 对它没有进E 它是隐私 对我就觉得说这首歌其实它没有速度感 它会让人家觉得说 它好像在等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还没有到 我就没有办法唱这样子 还没有实际到 这会跟你的这个状况很像 因为你以前没有九年的时间对不对 八九年的时间 都在唱cover 你是一直在等待一个时间的一种感觉 对就是因为唱cover其实是 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很无力 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要唱什么 或者你觉得你很用心的去做一个cover 可是怎么会没有人欣赏 怎么你去唱主流音乐的时候 大家都这么喜欢 可是你又是为了做而做的 所以这个是一直要 它之所以会这么编 我觉得是想要一直提醒自己吧 未来还会遇到一样的事情 可是我一直希望这首歌 在以后的日子要是听回去 能给我一样的安慰跟一样的动力啦 好请问你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哪里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沙巴 沙巴就是那个可以潜水 然后又有山又海的那个地方 除了潜水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啊 好吃啦好吃就是生肉面 生肉面它就是肉片放进汤里面滚成面 叫生肉面 它不是生肉 它生肉是很新鲜的肉的意思 然后我们那边很有趣 就是我们一个城市会有一个面 好像我们有一个城市叫抖鸭兰 它就有抖鸭兰面 什么什么面 饱符面 一个地方叫饱符 它就有饱符面 就是你开车往一个地方走 走一点走一点 它就有一个面一个面一个面 就是以城市命名的面 就只有沙巴是这样子 西马不会这样子 就是吉隆坡那边不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那请问你的新年新希望有什么 新年新希望是我明年或许会发展机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啦 嗯 祝所有在看影片的朋友们 兔年新大院新年快乐 我是Jazzman 张静雯 我们下次见啦 以上就是今天阿P聊马来西亚好送 记得订阅EMG圣昌 阿P聊音乐 还有Jazzman 张静雯 并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是Jazzman为我们带来的 马来西亚新年歌 啦啦 啦啦啦一天天一年年 天天都是猴天 不管天多高路多远 祝福你快乐一万年 是晴天 是雨天 天天都是好天 只煮成了看新一年 我看見艷陽天